咱现在罐砖好的两瓶酒 是咱家粉丝预定的散装童味酒 刚才里边这个鹅全都是刚破茧的 然后出茧之后 直接就抓药酒里边了 看没看见 里边都是活蹦烂跳的 全都是熊鱼 然后这个我给你们大家说一下的 它这个一瓶里边是散装童味酒 五升装的 里边是50只鹅 然后一会咱们上边的一个车间 再往里边放 鹿茸 鹿边 芙苓 还有枸杞 温馨提示 我给你们大家说一下的 咱家这个装酒的塑料瓶 虽然说是食品级的 但是常喝酒的人都知道 你们收到酒的第一时间 一定要放在这个玻璃的容器里 或者是那种瓷的小罐里边 然后给它进行泡制 这两桶是刚才在这个减房 然后抓的铜额 然后装进这个浸泡好的酒桶里边了 然后现在咱们开始往里边装 鹿茸 鹿边 枸杞 芙苓 看看咱家的大枸杞 磕磕 这个特别的饱满 这个鹿茸和这个鹿边 全都是梅花露的 既然你们相信我 我必须给你们亲自把好这一关 包子保亮的 而且这个里边放的料都是非常的足 咱们现在往里边放 鹿茸 鹿边 芙苓 枸杞 然后这个闪装是五升的规格的 这一桶里边是各20粒 然后这个里边是50只的熊蚕鹅 药酒都是提前半年 靠着好的 我这一堆是提前查好的量 我告诉你们一下 你们别看我这连查也不查 连数也不数的 然后直接往桶里边吃吧 必须就是数量 咱必须得给拔好关键 刚才这个鹿茸已经装完了 然后接下来咱再往里边放那个鹿边 有一点呢 我要跟你们大家说啥 不是说因为我小口 因为这个铜茸酒 它这个制作起来也是有严格要求的 而且呢都是有比例的 往里边装鹿茸 往里边这个是鹿边 往里边装鹿边 因为这都是咱家这个粉丝码嘛 所以说咱料必须得给铺一点 纸铺不能少 涂凉 这个茯苓都已经擦好处了 然后咱把这一瓶的量 全放到这个瓶里边 有会喝酒的人 你看这个酒瓜 这酒瓜越大呢 这么这个酒的度数越高 看不看见 这个会喝酒的人呢不用我说 你们一看的话这个就是纯粮食酒 必须得装的满满的 然后这一桶 这个是药酒 就是咱家十九味中药 提前半年用纯高凉酒 泡的这个药酒 然后这一瓶 就是给咱家粉丝的 就是续泡的 他这也是 买的散装的铜茵酒 然后喝完了之后 买的这个药酒 进行再次虚靠 把这个路容路边 勾起铺铃 然后装满 上那边呢 把这药酒给他装满满的门里 然后明天呢 准备给他打拨滑过 有好多粉丝啊 就是问我啊 说菲菲啊 你家这个成田的这个铜茵酒啊 和这个散装的铜茵酒 它的酒是不是一样的呢 在这里啊 我敢就是用人格给你们担保啊 这个酒啊 它完全就是一样的 像这种瓶的呢 是这种铜茵包装的 看不看见 里边是500毫升的两瓶 这个送人啥的 就是属于是高大上那种啊 然后自己下车呢 可以选择这种散装的 哎呦我去 好沉的 你们看看这里边 满满灯灯的 哎呦我去 这鱼啊 鹿绒路边 福林口气啥的 全都瓶的那种 这个酒收到之后啊 最好我们再泡两台再割啊 然后这个呢 大家你们看看啊 这个就是咱家用19味中药啊 用55度的春高粮酒 提前泡制的啊 然后这个是咱家粉丝预定的 这个 他们有买这种散装的铜茵酒 割完之后呢 然后买这个药酒呢 虚泡的啊 今天呢 跟大家介绍好几款啊 你们看看哪一款酒啊 就是是你们需要的那一款啊 我的视频下方呢 评论留言 今天的视频呢 咱们就先到了 喜欢我呢 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